男人整形不意外 但這些排名中 男藝人們最想整的部位 會是哪些呢 我們來聽看看吧 我選的話 我應該選除皺或是除掉眼袋吧 因為那個皺紋 會讓一個男人看著皮膚 大家好 我是林志文 Steven 如果是男人整形部位 我會選擇整髮 看起來會不會這樣會比較老 我唯一會覺得願意整或想整的 大概也就只有眼袋吧 因為我眼袋比較深 除了這個之外 我不是很建議男生整形 如果男生非得要整形的話呢 這個我會選擇的是除皺 但是後來我看一看 也覺得眼袋跟雙眼鼻也不錯 然後抽紙其實也慢慢的有需要 我一不需要的就是龍鼻跟墊下巴 我相信指法也是 那最後一下我目前還用不到 用到的時候可能也需要 好 新的一年快到了這個 其實過年的時候 最重要的幾天是 就是去旅遊跟整形 有沒有 現在就變得是過年 是大家最重要要想想 但是呢 很多人說男人是愛面子的 其實男人 理智也要 面子也要 我說的面子 其實整形來講 並不見得女生比男生多 我要來請教 我們都叫他做得有點不好意思 真的嗎 對 你說他人還是... 不是 他是個醫生 但是我老家座座 後來一想叫座座也蠻對的 就是來這裡座的那裡 這裡座座 那裡座 大哥座座 大哥座座 來 莉莉莉莉莉 好 大哥座座過年是最忙的 其實是過年前啦 過年前 因為大家是要利用過年這段時間 來修復 修復 所以像我們這個除夕前 一個禮拜的時間 現在都是滿的了 你看座座有多忙 而且現在我們要去找他 要靠關係啊 走過門啊 真的... 對啊 才有辦法安排 要... 他現在是他紅婆排好了對不對 不是... 他們整個後門在開 在丟垃圾順便... 對不對 好 其實男人來講是不是 其實聽說他這個如果有 跟老婆一起去詢問 到最後花錢花得比較多是男生 對 很容易喔 大家誤以為說 男生陪老婆來 是很體貼老婆 結果講到最後 男生跟老婆說 你每天都在家裡 不用見人 你不用做這麼多 我每天在外面工作 我需要遇到很多客戶 所以我才需要做這麼多 因為我的面子比你重大 是因為妳都把衣服撩起來 給他看妳的六塊雞吧 不是 給我客啊 我抽都不行 好 來 今天呢 我們有四位 其實都是由... 來的都不是說 我隨便請一個來 他真的有這個經驗 對不對 想不到 我覺得 其實看起來你們四位 也並不是很需要 帥到這麼帥的黃仲寬 好帥到 你這個帥大豬 你真的好... 越來越帥 越來越帥 永遠的歐巴 不是 我就不知道 我還要什麼地方要坐呢 好驕傲的 好驕傲的說法 小燕姐 這個我們有一個說法 我們常常會對這種客人說 一句話 總有一天等到你 張兆志 哈囉 大家好 小燕姐好 哈囉 我必須說 他們兩個都屬於帥大 你...張兆志 差不多了啦 今年剛跨近40了嘛 光跨...帥帥 可是你看還能穿小黃T恤 這真厲害 而且還很瘦 帥... 抽紙抽得很兇厚 沒有 你講抽紙 旁邊這個奇怪 你看 我想腰那麼小 真的有抽過紙 我真的沒有想到 我看到資料的時候 阿邊 真的嗎 阿邊 你還真的抽得滿好 我都想不出你會要去抽紙 對 因為我覺得... 因為你臉瘦 對 因為臉比較小 那我臉小就比較吃香一點 像人家跟我拍照 可能都要躲到很後面去 對 然後我臉上鏡頭 會變得比較尖 可是胖的地方就是在這邊 怎麼瘦的我都瘦不下 你穿這樣有何需要呢 因為現在有點負胖的狀況 所以必須要這樣的穿法 對 然後錢買花啦 對 然後侯昌明我就說 他來 他有做過什麼嗎 因為我也看不出來 是...套去Michael哥的話 你是還有什麼不能做 來 請坐... 侯昌明來講講你做過什麼 我其實喔 我會做這一些大部分 有時候是因為亞蘭的需要 他會拖我去 例如說他嫌我的眼睛不夠漂亮 不夠亮 這是你縫雙眼皮前 所以你本來還沒有雙眼皮 我本來沒有 而且你看喔 對 我們其實看不出來 對 左邊這一張喔 縫之前 我覺得你應該是紋眉嘛 你眉毛好淡喔 我眉毛可以考慮指髮 指髮 下次我可以考慮 對... 對 好不好 然後我的雙眼皮是 有一眼是單 含一點點內霜 另外一眼是完全皺皮 大概四五層 對 你的右眼啊 所以你記者就是要把它弄成一樣 對不對 對 我把它弄成一樣 所以後來右邊這一張你看 弄完之後亞蘭更愛我了 真的更愛我 對 而且那你還做過什麼呢 我還做過那個肉毒桿菌 除皺... 因為... 所以做完除皺 然後又要有一個瀏海蓋起來 是幹嘛呢 不是 因為 所以我現在穿衣服把它包起來 就一樣到裡面 因為那個打完只能維持 大概半年的時間而已 所以要半年嗎 差不多半年 對 對啊 然後我還打過一次飛縮啦 什麼叫飛縮雷射 飛縮雷射 飛縮不可的 飛縮不可 對 飛縮雷射跟電波拉皮不一樣 不一樣 飛縮雷射它會有一種玻璃性 就是說它對皮膚 它是刺激皮膚呢 然後把皮膚剝離之後呢 沒有玻璃 對...它是點狀... 點狀的 然後把皮膚做一個微小的玻璃 沒有...我做過這個那個什麼 電波拉皮 不是 飛縮雷射 就...沒有什麼 您說的應該是淨膚雷射 對 你那一定不一樣 應該是比較淺 因為飛縮雷射它打起來 會有點像棋盤狀 你做過一次飛縮 然後會有點像那燒焦的味道 你可能不見得會再做第二次 很痛耶 很痛耶 因為就是做完它整個到最後 那做的過程其實對我而言 我是因為我耐痛度不高 所以我會覺得很痛... 然後痛完以後 整個臉好像燒起來 整個臉 會不會是真的燒起來 那那個效果是什麼呢 感覺好像有燒起來了 縮毛孔改善 但是... 對 其實有改善嗎 因為要做滿多次的啦 如果只有做是一般效果不好 但你也沒有什麼 但是你應該去搬吧 很多男人去搬吧 對 男生去搬嘛 對 不是嗎 對啊 去... 我去搬啊 這有一些賽班啊 賽班呢 賽班是比較好聽啦 其實是... 賽班坐飛機沒辦法直飛嘛 對 但是比較好聽 我安排一下 感覺他比較適合去四川做手術 對啦 四川 做便臉 沒有 其實他這個班啊 我是覺得男人做最多 一個是班 一個是智嘛 對不對 對 面相啦 男生有的會在面相做 我有點智耶 我這邊... 我雷尺是去智 你智還在啊 對啊 我說一點...這個就很奇怪 已經沒花錢 我有 沒有 我打過去 智喔 因為它那個智母細胞 要完全弄乾淨才不會復發 但是其實不容易 所以去智常常需要滿多次的 滿多次的 你這裡也有 還有啊 你這邊還有啊 沒有 我這一顆後來沒有做 是因為我這一顆做的復原過程 我覺得我的代謝太慢了 因為我做完 醫生說 做了三到四次了 他說 那後...那個巴退了之後 他就跟一般皮膚一樣 但他始終還有一點顏色 比較深一點 我覺得你的皺紋滿多 對 是嗎 對啊 這個小細紋對不對 他的小細紋比我還多耶 我們是差多少年 小燕姐看起來很像25歲 差太久了 你這個話講 你這個浮...他浮瓜 你說26歲差不多 25歲太浮瓜 等一下 他現在的名字叫做作 對 你... 你... 你講的話真好一點 還是好 還是開心嘛 還是開心嘛 但是我跟你講 他是屬於那種非常小的細紋 你看 他的這種是屬於健康的皺紋 我不要怎麼講 就是他的膚色是看起來很好的 對 對不對 但是他的那個小細紋啊 我不是說 你這個小細紋是 是不是 這個小細紋 就是看起來像是皮膚不好 保水度不焦 對... 對 類似這種 這種好像假性皺紋是不是 假性 其實也不是 他慢慢的就會越來越深 他在成為這個 比較深的皺紋之前 這個保濕的要擦滿一個銅板 太省了 要這麼... 我請問一個綠豆大小 一個綠豆大小 你擦整臉 不然他可以用一年嘛 一罐 你知道 你既然去做了什麼 他做了什麼 除皺 除皺 又做了雷... 做了雷射 沒有...沒有太好啊 因為他應該沒有做完一個療程 我沒有 大概做一次 不是 因為我做完那一次 不是 有 我真的有花錢 你是不是給他提任價399 多了就這麼好 沒有 只打右半邊 只打右半邊還沒打 那和診所敢承認 幫他做 還不回家 會... 沒有 我們這樣講 沒有人敢承認對不對 真的 本來診所想要拿這一段來宣傳 現在不敢剪 不敢講對不對 沒有... 故事是看到這一段 我們就把他定力表拿 碎紙機子 而且我們那個也可以一張照片 對... 從昌明不是在我們這邊 是我做的 因為聊成價格差很多 侯昌明直相向前 雅蘭君一直請我說 每天早上你翻過來 看到我的臉他就覺得 你撈好多喔 他覺得那個細紋開始出現了 那飛出來他就是可以好像抗咒嘛 所以我應該是要做 對 你看 我做錯了啦 對 做錯了 這包拉麵比較貴喔 這包拉麵比較貴啊 這包拉麵比較貴啊 多做幾次非說可以嗎 不是... 你那個時候是去打那個 就是是為了皮膚好嗎 對 因為那時候 雅蘭君一直嫌我說 每天早上你翻過來 看到我的臉他就覺得 你撈好多喔 他覺得那個細紋開始出現了 那飛出來他就是可以好像抗咒嘛 他也可以 但是那個是效果一點點 其實你這種細紋應該是要做 電波拉麵 對 你看 對 做錯了 因為飛說是讓毛細孔縮小 電波拉麵比較貴喔 電波拉麵比較貴啊 貴非常多 貴很多喔 貴很多 那我多做幾次 飛說可以嗎 不是... 真的假的 硬要做飛說耶 比較貴皮嘛 你這個叫做 一波拉...皮 一波拉... 一波拉不皮 一波又起 其實不一樣對不對 對 不一樣 對 其實到了某一個年齡 大概只有電波拉麵可以 比較有用吧 對 但是小燕姐 我利用這個機會 教導大家一下 好 教育一下 對 其實現在最夯的叫做 陰波拉麵 對 它不是電波拉麵 陰波拉麵現在有一點點 被打到冷宮了 陰波拉麵是什麼呢 它是利用這個HRFU 就是聚焦式超陰波 把這個能量聚焦 在這個皮下的筋膜層 所以它的深度可以有 電波拉麵的大概三倍深 所以它的效果就可以達到 那不是更痛嗎 不會 因為它是聚焦 所以只有在很深層那一點 會通常 你已經都定滿了吧 你不聽完再定喔 趕快先預約... 這個一定時間比較重要 你先決定時間 在決定做什麼 對啊 你再坐下去 我希望二學 So young 有差耶 差了十歲 差了幾歲 真的有差 那個陰波再講一下陰波拉麵 沒關係 因為這有時候時間很短 講不了太多 我等一下打個電話 直接把機器推過來 幫小燕姐 對 你說的喔 而且你想要有男生的體驗嘛 是不是這個意思 不用... 你要拗半年了 399 399 我跟你講 應該不需要這種體驗了 人家已經排滿了 你沒有聽到嗎 其實所謂的陰波拉麵 現在很多人做嗎 對 很多 其實很紅啦 現在非常紅 因為它的深度跟它的原理 我們醫生來看就是 它的原理真的... 就是不同的機器嘛 應該這樣 對不對 那它的效果可以維持多久 也是差不多一到兩年 一到兩年 一到兩年 那它滿吵的啊 那這一到兩年我們打完 就會像金城武一般囉 當然這樣 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會有這種想法 想多了 不是 我覺得像這種陰波拉麵還什麼 就是讓你的氣色會看起來很好 對 我覺得就是不是 代表你的長相如果 五官不是在該在的地方 那是沒有用的 對... 這個五官沒有辦法 這真帥 五官的話只有說 你想要幹嘛去 你看看這樣的臉 或者是這樣的臉 像這個是現在 年輕人會比較愛 所以就不用割雙眼皮了 你看 你割什麼呢 對啊 這有皺皮啊 我這眼皺皮 我不弄也不行啊 你去把另外一隻眼 縫成單眼皮嗎 你需不需要有人要... 你說放在看板上或什麼 我們診所很少有折扣 我先解釋 他可以去做那種 不能聊聊嗎 手術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 然後他可以做那種 失敗的嗎 就不一定啦 沒有...就是會有 譬如說Before After嘛 對不對 那他可以做Before After 然後Sorry 然後在那個Sorry的部分 沒有... 真的好笑 一般男生會去做的去班啊 對 除皺 除皺啦 其實縫個雙眼皮 這種很多對不對 對 沒錯 其實一般男生第一名就是除皺 什麼男生是除皺 我這邊想不到 我以為是去班或者是點字啊 沒有 因為其實男生 男生跟女生不一樣 女生可能滿在意五官啦 男生大部分會來做第一名還在意還是 皮膚 就是看起來不要那麼老 男生比較在意看起來老 老不老這件事情 女生不在意嗎 女生難更在意 女生是要 還要不要再更美 更美 對...除了年輕以外還要更美 所以男生當然就是除皺 所以像包括像眼袋啦 雙眼皮啦 其實這眼袋也是跟 看起來老不老都有關係 對 這不是跟錢有關係嗎 你說有眼袋會有錢嗎 你是臥蠶不是嗎 那一般是說有臥蠶會比較好看 這個說法其實就好像人家說 十...什麼九個禿子 十個禿子 九個禿子 那個也不見得準啊 誰要那個禿對不對 是 禿的禿不如有法的 是不是 你們兩個看起來年輕 完全是一位啊 各位注意到了沒有 對 剛剛好像弄困 我說真的看起來好年輕喔 真的 是不是 頭髮真的太有關係了 待會兒我們再來講那個兩個 你們兩個人弄完頭髮以後 一定要梳一樣的髮型嗎 我們 髮型有一樣嗎 一個左邊 一個右邊 有嗎 對 一個分左 一個分右 而且都是力強 而且他們不喜歡那種 蓋下來的對不對 對 因為髮際線 現在可以很大方的 露出來了 對 你看洪昌明他可能是用 後面的頭髮蓋到對前面 對 所以實在是瀏海對不對 你看阿伯為什麼戴帽子 這都有原因 都有原因的 都有原因的 你把頭髮... 對 因為我之前把頭髮剃掉 那我也是屬於有點... 演戲嗎 對 沒有 沒有 還有在打那個棒球隊 還有在打那個明星棒球隊 所以就把頭髮給剃掉這樣 這樣比較方便 你也是... 對 我也其實有點M字 有一點的 他跟我去執法前差不多 對不對 所以我之後 因為既然有聽到 Jorge哥在那邊講 對... 覺得心裡放心了 有救... 有救星了 有救星了 來 我們剛剛看了 人帶就是男生的對不對 對 然後 然後執法其實也是非常... 非常... 男生很多人重視執法啦 沒錯 對 我覺得非常多 等一下 男生有抽職的嗎 抽職很多啊 像我嗎 像我就是很愛... 我就是非常愛抽職 我覺得那個 你等一下 是你愛給別人抽職 還是你自己愛抽職 我自己很愛被抽職 我覺得很好 因為... 你很抽職 不是 因為我真的發現 30歲以後真的靠運動 要受局部 太難了 你覺得我是還不到30歲嗎 對 我覺得您不到 她的身材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什麼時候 小燕姐認識我都35年了 對 沒有... 開玩笑 她真的身材保持 你站起來一下好不好 就是你... 你看 你的頭髮以後 再加上這個身材 什麼 很厲害 你沒有覆過耶 這麼爽 這麼爽 因為華大哥 你不用在我面前一直彎腰 好不好 你娶了一個瑜伽老婆 就把你這個可以折疊似的 是不是 所以你看 真的 有戀還是有差 對 瑜伽 瑜伽 雨水之歡 有沒有道理 是 是不是 所以其實不分年紀的啦 你就保持在動 你說什麼30歲什麼 那個我覺得比較準 但只有你啦 你跟佐珍 你在問阿Ben 對啊 但是我覺得 做運動的方式不一樣 你有抽紙對不對 對 我之前有做冷凍剪紙 那不是抽 那不是抽 對 冷凍剪紙啦 不是... 不是真的剪紙 為什麼一直在那冷凍褲 等一下 各位看一下 他這個是... 是你的照片喔 左邊的照片 對 左邊的照片是我 我去做冷凍剪紙程序諮商的時候 然後你留下的照片 那個最右邊是... 最右邊是 做完冷凍剪紙之後 然後跟小可去拍的那個 懷疑的 懷疑寫真 然後就有露整個背 然後整個腰身就有出來這樣 所以...小可沒有去露 就是你去露的 對 因為是有一次... 有一次我在高雄 就看到一個很大的一個看板 一個廣告說冷凍鹼紙這個東西 那其實我之前就在美國 有聽說過 可是在台灣就沒有聽說過 有這樣的技術 然後那一次看到那個 廣告看板之後 其實我就掙扎了很久 然後我就跟小哥談成 等一下 我們現在需要一點知識 冷凍鹼紙 跟抽紙不一樣嗎 冷凍鹼紙的類似的東西 有很多 就是包括標靶正波融子 冷凍鹼紙 現在還有一個叫做 例如磊 超音波融子等等 這些都是利用不開刀的方式 用機器然後從體外破壞 體內的脂肪 然後由身體自己把它代謝掉 OK 那聽起來很理想 它唯一這些所有機器 它的優點就是不用開刀 那它的缺點就是說 它的效果其實不會像抽紙 這麼明顯 因為它是標榜是說塑身 它是幫你刁塑你的身線 你的身體的曲線 所以你一定還是要有一點點心 然後它才能把那多餘一點點的 對不對 如果你很胖是沒辦法 是不是 沒有 其實是倒過來 一般其實是 太瘦的 像它這個其實 像張道次就沒有辦法做了 對 它太瘦 那個肉就吸不起來 它吸不吸不進去那個探頭 那個探頭會沒有辦法 抓得住它的脂肪 因為像這個時候我做 我總共做三個部位 前面一個探頭 不會痛 我做三個探頭 前面一個探頭 然後跟腰側兩邊 各一個 不會痛嗎 它那個是整個吸進去之後 然後整個把你的皮膚已經用 很低很低的溫度去冰它 然後你就會覺得 這一塊肉整個被吸進去之後 對 然後完全麻掉沒有感覺 受得了啊 很冰 但是不痛 一點痛的感覺都沒有 怎麼樣 你不需要 不需要 說保養超認真 他們自用之意不在酒 這個弄完了以後 可以洗頭嗎 可以啊 隔一天就要去給它洗頭 因為要換藥 然後把昨天殘留在 頭皮上的血水洗乾淨 我是洗了兩個月 是因為那個幫我洗的那個小狗 是長得蠻可愛的 那我自己... 難怪我只洗兩天 你自己做 我是做另外一種叫做微塑溶脂 它就是可以雕刻曲線 但是我要復活這樣 等一下 你自己可以幫自己做嗎 沒有 我是給別的醫生幫我做 我是病人 那我請別的醫生來幫我做 那好好笑 什麼好好笑 沒有 你自己做才好笑 自己是醫生都這樣 不是... 我在這個房間幫人家抽紙 這個房間愛情幫我抽紙 沒有 很忙喔 因為我其實要附和一下 那個黃大哥講話 因為我們也是都會鼓勵 病人先去運動 你運動不了 你不管是沒有毅力或什麼 你真的不行 你才來 那來了以後 我們也會跟他講說 你做完之後呢 做冷凍減脂也是一樣 做抽紙也是一樣 你做完之後呢 請你 從頭到尾沒有醫生說 運動不需要 我們都是鼓勵要運動 但是運動我覺得要做對運動 像打棒球 我就會越打越快 越運動越快 那做有氧的像瑜伽這種之類 有氧運動就會瘦 身形就會瘦長 其實還是要持續啦 對不對 你十天做一次激烈的運動 或是沒有用的過兩天 你真的就腫了 對不對 這是要持續的 其實還有龍鼻墊下巴 龍鼻墊下巴 這是比較年輕的啦 年輕人 好痛 對 年輕一輩流行那種 花美男 那種受到韓國就是這樣 你可不可以勸勸有很多人 把鼻子弄得不像真的 會不會很好笑 我們通常會勸阻他 但是因為 因為畢竟每天照鏡子的是他自己 如果他真的能夠講得很清楚 他真的非常確定說 他就是要這個 這個鼻子可以讓他很開心 那我們可能還是會聽他們的 還有一些女人嘴巴弄得很腫 可是我覺得 好像敏感吃的那個什麼 還有一個是在電視上 我覺得從事電視工作的人 最好不要去做 就是這個地方弄起來 看起來腫腫的那個叫什麼 蘋果雞啊 對... 那個都是要適量 如果多了就會怪 今天有兩位來 就是當他做這個的時候 是恢復他信心最多 你們兩位 是不是 執法真的 靠什麼樣的運動 都沒辦法的 對喔 對 反不出來了 是不是 是不是這樣 你擦森髮油什麼 都沒有辦法的對不對 聽說擦森髮油啊什麼 那個會影響性功能的 抹薑啊什麼 對 會影響性功能 有些會影響性功能 還好啦 大概 百分之六的機率 但是如果你 百分之六就很多耶 繼續吃之後 會掉到剩下百分之三 應該是還好 吃藥了 我先指的是吃藥 有點年紀的人 真的一點都不能少 對不對 對啊 對不對 所以像你們的執法 是真的... 真的滿好的耶 你看 執法 差好多喔 小夥子 小夥子 一下就少個10歲 20歲 真的 我覺得對自己的信心差很多 其實呢 我真正的就是說 去動這個手術執法的原因呢 我是想讓我自己的表演的範圍 所以可以更廣 廣一點 事實上呢 因為我的頭型的關係 我如果以前那樣子的髮型 我大部分比較受限 我就是演一些 角頭黑到老大啦 要不演根生人啦 所以比較跳不出來 那我現在有了頭髮以後 當然不一定就是要留很長 就是你東西你有了 那你可以選擇你要留長 留短都可以 但是以前是想長長不了 想長長不了 然後你這個有了 當個總經理啊什麼都OK的 所以你看以前 以前我們頭髮如果是 像那樣的狀況 我們怎麼梳現在這個頭 沒辦法啊 是 所以現在有了頭髮 梳油頭 對 帥帥的 但是如果劇情需要 我需要再剪到那個 還是可以 還是可以嗎 可以啊 它那個叫做三本頭 三本頭 就是日劇時代的時候那種三本頭 就把它刮掉就行了 刮掉還會再長嗎 會啊 會啊 它已經都是真的 所以你們 聽說這個手術是很麻煩是不是 執法手術一般分兩種啦 那他們做的 我猜應該是用機器人嘛 就是取 把後面的取出來 然後再放在前面 那另外有一種傳統的是說 切一塊皮下來 然後把上面 那一塊皮上面塑的頭髮 分...分出來之後呢 然後再種回去 那種會留下一個疤比較長 這種的就比較不會 就沒有 但是需要比較長的時間對不對 也不一定啦 各有各的優缺點 因為這個 這種的缺點就是說 你在取那個頭髮之後 有時候那個執法筆 它會不小心傷到旁邊的毛囊這樣子 你們兩個大概花多少時間 我一整天 一天 都要一天吧 我們兩個都是一天 早上取 然後中午吃個炒飯 然後下午就開始 你還要吃炒飯 有啊 沒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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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弄了多久時間 一整天就是早上去 到天黑才出來 天黑才出來 差不多 痛嗎 都麻醉著 所以其實比起來的話 麻醉的姿勢 你們都睡著那兒嗎 還不含著 沒有...是它只有 因為它是在頭頂跟後面嘛 所以基本上它的麻醉是只有 你前面這兩根大神經需要麻醉 所以其他意思是清楚的 那過程中呢 那個護士們因為太無聊了 他們還說 喬治哥 然後我說好啊... 就跟他們聊天啊什麼... 那個弄完了以後要... 可以洗頭嗎 可以啊... 可以啊 就是要多久不能洗頭 做完了第一天 隔一天就要去給他洗頭 因為要換藥 然後把昨天殘留在 頭皮上的血水洗乾淨 洗乾淨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帶兩罐 那個比較溫和的洗髮精 你兩罐啊 為什麼我才一罐啊 你怎麼待遇都差了 他說你值得比較少 沒有啦...他比我多 對 那然後 差不多是一個月 在那一個月之內呢 你就比較小心洗頭髮 就是盡量用輕拍的方式 尤其在這個部位 其實是一個幼苗 幼苗要放上去 就像你種樹種草 也會這樣 稍微旁邊蓋一蓋... 你不會一下去就這樣... 我是洗了兩個月 是因為那個幫我洗的 那個小護士長得滿可愛的 這樣 這也就是 難怪我只洗兩天 所以你需要拿兩罐拿回家洗 我覺得這個黃紫耀 好像應該很需要去 對... 要喔 對 我們已經極力的推薦他了 但他還是... 他還是有一點點位置 就是在那邊果足不前 對 因為他你知道沒什麼時間 因為這個還是要養嘛 對不對 是 但是他一天到晚都戴帽子啊 所以不跟時間有關係啊 對啊 其實執法像你就沒時間做對不對 對啊 因為執法它需要比較特別 它不是只要醫生耶 它最主要是分法師 對... 好 他們大概配四個人吧 我在猜 對 應該都是配四個人 四個人在幫他分頭髮 我有十個耶 對 我十個 真的假的 我的預算拿來吃炒飯可以嗎 可以 阿伯 像這種你會... 我覺得我剛剛在後台 有聽George哥在那邊解釋說 他執法的過程 其實聽得真的滿心動的 對啊 我覺得過一陣子 過一陣子應該可以去試試看 對啊 我覺得要去就快去 就好像你龍乳的話 你...你等到四五十歲再去龍 你還不如二三十歲就去龍嗎 想用的時間會比較長 比較長一點對不對 是啊 不要買一個用不到的裝飾品回家 我很怕這種侵入性的東西 我很怕會痛 你的背上在刺青 刺成那個樣子 你還怕痛 你還怕痛 對啊 我當初會給這醫生做的原因 是因為其實在兩年前 在兩年前他主動找我 然後去 然後檢查完以後他就說 張醫生其實你不用做 你還好 你只是第二期而已 你擦擦 吃吃就好 所以他沒有當初還說 你要做... 不是那種感覺 到了一年之後 我看了鏡子 我看我一年前的照片 換我主動去找他 我說醫生我現在是不是有點誇張 有點誇張 他才說這個時候你可以做 所以他不是那種見了前 他就一直要你來做...那一種 他真的會看你的需要 搞不好你不用 你搞不好也是吃一吃 擦一擦就好了 是 你們是拿自己的後面的頭髮對不對 後面...後面的頭髮 然後擺到前面了 對 所以你後面的頭髮會少嗎 沒有 它只是會變比較沒有那麼密 你們要站起來 沒有耶 你後面好多 視覺上不會有影響 視覺上... 而且你後面頭髮好多喔 好像一輩子那個 後面的頭髮都不會掉啊 是嗎 比較不會 後面的頭髮 最後嘛 大家突然看最後頭髮 後面都是最後 你就好像你即便已經變成那個 這裡還是有 對啊 所以沒影響 那如果像 那樣弄很久喔 那不夠... 因為他把後面的拿到前面 後面就沒有了 他只是在這邊有 對 因為執法的概念喔 好 小燕姐 執法的概念 簡單來說六個字 所以你必須要有東牆 才能補得了心 沒有東牆也沒辦法 只要趁早 趁早去用 不過說不定 就好像就說的 這個醫生很有意義的 他可能說你這個... 不用指 他直接去幫你刺青就好了 有... 有刺青嗎 今天還有一種叫紋法 有一些運動員 他們習慣看起來 頭髮永遠就是零零腳腳 他乾脆就是去紋 你現在把帽子拿掉 你看 等一下 我們問一下醫生 紋...紋法 有聽說嗎 有 但他就跟... 紋眉是一樣 紋眉刺青都是一樣的道理 反正你已經身上有刺青了 你看你要紋個什麼花樣 你就紋 如果你想紅髮的話 你就紋紅的 對 頭頂發紅怎麼樣 對啊 太好了 對不對 對 就是 色情變帥 絕非萬能 男神不是人人可以當 我覺得這真的也是這個 對 我們爸 這是屬於這種陽光型的對不對 對 而且... 這種拿來你怎麼辦呢 這個我們通常會跟他解釋 就是說 你就算我把你的眼睛做成黎明 好... 但是從你的臉打開來 你還是不會變成黎明 我會跟他解釋親戚 男生喔 會拿一些照片來說 我想像福山雅治嗎 或者是劉德華的鼻子對不對 對... 但是我放這個照片 其實是為了他們執法 就是說執法現在已經不是說 一定要蓋滿 就是回到20歲 很多人反而是要像他們這樣 就是有一點年紀 可是他的髮線很性感 髮線很性感 有啊 你看我們的髮線都是長不一樣 這都屬於性感型的這樣 對... 會有一個角度 所以這個是滿特別的 對 對 聽說很多人希望整星 第一名的是希望像羅志祥耶 是因為是這個眼睛的關係嗎 對 就是他們... 他的嘴巴也很小耶 對 五官比例很好 他們是真的 因為這五官比例很好 我覺得這真的也不錯 對 黎明老師 這是... 這是屬於這種陽光型的對不對 對 那這種拿來你怎麼辦呢 這個我們通常會跟他解釋 就是說 你就算我把你的眼睛做成黎明 好 但是懂 你的臉打開來 你還是不會變成黎明 你會跟他解釋清楚 這個有雲一德對不對 就好像喔 你知道最常的人 就是拿一張照片 我希望弄他的髮型 我要弄這個髮型 你知道你其實喔 這個髮型是最好的髮型 我頭髮是可以做成這樣 但下面你長得不是這樣啊 對不對 真是很有道理對不對 所以你眼睛弄成這樣 還是不可能變成 那現在有很多人 對不起喔 很希望像一個什麼人啊 你是說身材的嗎 對 這個... 這個是他紅番這個人 真的嗎 是一個行腳類的節目主持人 主熊啊 主熊 那現在很多人來問的 叫做這個東西 這個地方叫做 子彈機 那怎麼弄啊 子彈機也可以做 那個做其實不太好做 因為我們做你要 本身要有一點肌肉 你有一點肌肉 我才順著你肌肉的線條去磕 但是你這個子彈機 這裡有肌肉的人太少 所以你要磕 我磕不出來 磕來磕去都是肋骨 對啊 我現在摸到也都是肋骨的部分 那很痛吧 對 不是 所以你要真的有一點點子彈機 做出來才比較漂亮 要不然的話你就要用脂肪去 所以現在已經不是人魚線了嘛 對不對 對...這個六塊鏡 然後人魚線 然後後面這個子彈機 好羨慕喔 對 練成這樣不容易耶 不容易啊 因為那時候我... 余秉諺那個時候就練練 把他練成...現在就是 也其實... 也不會耶 不會嗎 我以前也這樣子過 但是我只是後來發現就是 以我的年紀我也沒有必要 弄成這樣 對 沒事我... 沒事老脫衣服也不行 對啊 而且第一次護肌 它是全身上下所有的肌肉裡面 最難維持的 對 我那個時候 吃飽一頓就沒了是不是 你大概兩天不動就沒了 那那個時候人家問我是怎麼做 做出這樣子的 我說 我一天大概得做900個養我請坐 900 900會不會做 我一整年加起來也沒有做不到 900 900 所以你就相信900個 就真的有這樣的效果嗎 對 所以大家會選擇手術啊 沒有選擇做900個養我請坐 可是做完手術能維持多久呢 如果你... 其實我舉用剛剛黃大哥的例子講 比如說像我們這個手術做完之後 你可能一天做30個到50個 就可以維持非常久 你現在有抽嗎 我抽完了 但是我現在 我已經有一個月應該沒做 又回來了 又回來了 那你多久要做一次啊 不用啦 不用再做 我只要回去健身房 連續做一個禮拜 我就... 又回來了 又回來了 所以他是把底子打好 底子打好 對... 所以你只要稍微把它修飾一下 它就會出來了 對... 謝謝舊局哥的解釋 真的啊 那... 等一下 這個抽紙 很多人講是會修復期啊 要小心啊什麼對不對 還要穿緊身衣那一種 要穿緊身衣嗎 對 彈性衣啦 彈性衣 彈性衣 所以你穿佩甄的馬甲嗎 沒有 我穿自己的 沒有 雷擦牙 怎麼自己的 佩甄姐... 這個放寬一點就是她的啊 再來一點就是... 佩甄的馬甲 這裡有一個那個... 有一個碗工這個對不對 這樣不講話嗎 這樣膠子直接電出來 就把你壓 不出來就好嗎 沒有 沒有啊 沒有這麼省 真的 自己做一件 我是怕侯昌明去的時候 就用一個指甲 對啊 把上半部剪掉 昌明都會來 她會說 做做 你上次那件給我穿 他會給我看我的 勤儉持家... 勤儉持家 所以自己還是要穿馬甲的 還是穿一下比較好 效果比較好 對 效果比較好 這個...常常會逸欺嗎 聽說... 我聽這個...很多這個... 整些醫師說 男生其實比女生聽話對不對 對 男生其實是聽話的 對 男生也 男生就是只要能夠說服他 有道理 剛剛講執法權 跟你解釋一下 你覺得很有道理 你就願意花錢 就願意花錢 大概殺價差不多 最多去個尾數 那就昌明不在這個 去個尾數 他就說... 他剛剛連看板人物都搬出來了 昌明哥就說 你可不可以只收尾數 我幫你代理一下 對啊 結果我看一天他是變性人 對 他也做過什麼 其實...這個 我覺得任何的手術 不管男生 女生 術後的這個... 對 照顧 照顧很重要 當然很重要... 但是通常人家就是搞不懂 術後的照顧 因為跟你的身體的這個 年齡啊 或者什麼 習慣 習慣啊 髮織 還是有關嘛 對不對 對 沒錯 所以為什麼術後一定要回診 有時候回診喔 病人回診 然後我看了三分鐘 我說好了 回去了 然後他會覺得不高 他說那你叫我來幹嘛 對啊 其實這很重要 沒事是好的 如果看了以後 我又花了三個小時幫你搞 你不是覺得很可怕 對 代表出問題 對 他很多醫生說 男生是比女生聽話 但是男生又比女生懶 真的 因為我那時候做冷凍堅持的 就是一樣 因為他那時候 確實有把我那個腰身 把他回到那個形狀 但是後來的保持 我就沒有做好 因為之後小可又懷孕了嘛 那我又跟著 懷孕關你什麼事情 我要跟著 我要陪吃啊 對啊 我不吃 他不吃怎麼辦 對啊 而且這小可可能吃兩口 不想吃 他也得吃啊 對啊 我等一下吃給他看才可以 所以我就一直吃... 那飲食方面可能就沒有控制好 所以又導致說 又回到原來的狀況 對 那所以你現在是沒有辦法 練是不行的對不對 你這種是冷凍的 就必須再冷凍嘛 或者是 對 我打算最近... 最近再去...再去做一次 可是我總覺得就是說 譬如說 阿伯跟我比起來很年輕嘛 對 那我很想就是 以一個年紀比你大很多的人 你怎麼對待你的身體 你的身體就怎麼回應你嘛 你總不能說 我老是想躺著睡一覺看醒來 我的什麼人魚線就出來了 就你真的要去動 900個 900個 不是 我剛剛開始也是做200個啊 但是200個形狀不明顯啊 然後就300 300還是不夠 就400 500 600 700 800 900 就這樣子啊 所以什麼事情你決定了 你就去做嘛 有智者 事進成嘛 有智者 事進成嘛 即使你抽紙完了 你之後完全不做其實也不行 也不行 也不行 像這種是一定要維持的對不對 你幫他塑身完了以後 他還是要維持對不對 坐在辦公桌上還是不行的 對 沒錯 我們醫生只是前面輔助你 後面還是要靠自己 而且其實啊 像我們這種的執法的恢復期 他其實可以幫你 到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因為他希望在這個時候 你的坐騎可以正常 少吃刺激的 然後醃酒盡量不要沾 然後對對適量的運動 把自己的人生 所以基本上在這一年以內 你就完全有把自己的身體狀態 又調適到另外一個方式 那現在又有了新的頭髮 又有一個全新的生活型 所以你就換了新的女朋友 沒有... 沒有...單身... 不過這種頭髮它是... 我的心得是它... 因為它是 因為我們並不是一生出來 就沒有頭髮的啊 年輕的時候我頭髮也多過啊 也很多啊 很多... 但是也是隨著年紀 他失去了 那現在你已經快60歲的人了 他又讓你重新有過 那其實我覺得人生很多事情 你曾經失去過 你又再重新得到的成果 就更珍貴 你會特別珍惜的 對 而且我覺得黃仲坤是 一直是對自己很有信心的 因為他運動啊什麼 他都是保養的這個氣色 可是在以前他就是 多了一點憂鬱這樣講好了 其實我覺得因為一直很帥的人 這個地方是很難彌補的 你知道嗎 就是說不出來 我覺得他這個人 這個好像滿重要的 我想信心對每一個人 不管男生 女生 不管哪一個年紀 都很重要這樣子 最近就覺得 常常我走路的時候 對 而且女生看你的時候 你就覺得那個眼神有愛 最近啊 以前 以前大部分我都是 經過菜市場的時候啊 菜市場的一些 奧巴桑就會跑來跟我要合影 最近啊 奧巴桑經過什麼高中大學的時候 做捷運的時候 什麼一天 教官都來跟你合影 好年輕的女學生 我告訴你 好年輕的...好年輕的女生 真的對頭髮有凸的男生 是沒有興趣的 我覺得我... 但是像獅子一樣嘛 獅子如果在一群獅群裡面 領導的那隻雄獅 他的髮一定非常茂密的 對 那種哩哩哩哩的那種 一定都是 一定是戰敗的 戰敗的公獅 對 真的 所以恢復男性的這個 修理門面這個都是座座 這個啊 在過年當中是男生多還是女生多 還是女生多啦 真的嗎 真的沒有辦法趕上女生的數字 真的嗎 對 以前我們剛開始的時候 大概男生只佔10% 然後現在多一點 大概15%到20 好 新的一年 這樣大家都有新的氣象 謝謝... 謝謝